事情还要从2020年5月说起 案发当天申请人妻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 与被执行人驾驶的四轮拖拉机 在村口发生交通事故后 造成申请人妻子死亡 他当时有及时把这个人送到医院吗 当时送到医院 但是经过抢救就造成死亡了 发生交通事故后 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共同 将申请人妻子送到医院救治 2020年5月11号 侯先生的妻子驾驶摩托车 与裴万有驾驶的四轮拖拉机在村口相撞 导致侯先生的妻子倒地 被裴万有驾驶的四轮拖拉机碾压受伤 侯先生的妻子受伤后 裴万有第一时间给侯先生打去电话说 你媳妇跟车刮上了 你过来一下 侯先生到达现场后 与裴万有以及村里的几位村民 一起将妻子送到了医院 所以及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但是由于侯先生的妻子伤势过重 再加上侯先生的妻子 本身还有一些其他的潜在疾病 所以尽管治疗了41天 可是侯先生的妻子 还是不幸离开了人世 这个死亡对申请人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因为申请人还有孩子 孩子然后家庭也比较困难申请人 那么这个孩子包括这个申请人的父母 在上这个失去这个孩子失去妈妈 包括申请人妻子这个父母 那么给这个家庭本来就不富裕家庭 带来了这个巨大的这个压力 交警判定裴万有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尽管如此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侯先生一家本不富裕的生活 变得更是雪上加霜 侯先生的妻子去世的时候 他们的儿子只有13岁 孩子也因为此次事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可是裴万有尽管看到侯先生一家的窘迫情况 却并没有履行他的义务 而是将侯先生的妻子送往医院后 就选择避而不见了 侯先生一家是既要体会家人离世的痛苦 还要自己承担所有的治疗费用 对于裴万有的态度 侯先生及其家属只能选择走法律的途径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了 于是侯先生将裴万有起诉到了法院 很快法院下达判决 要求裴万有30日内赔偿侯先生一家各项经济损失费 包括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营养费 交通费 务工费 护理费 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29万余元 然而判决是下来了 可是裴万有仍是没有还钱的动作呀 执行法官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线索 来到了被执行人裴万有的家里 你这院里还有这老多呢 这还帮我别人的 这屋里头这老多帮你 这里多少斤呢 这得万八斤的 万八斤不得有啊 万八斤的 我这最长的有四万斤 有人吗 您好 咱法院长支撑局的啊 你是陪万有是吧 陪万有 咱俩刚通过电话 没合计好身上的啊 没合计好身上的 我就那咋了 一边里头是啥年啊 孩子吧 对对对 这是叫做赵四伤的啊 这个土江 来呀你都坐这 来吧坐这坐这 你家几个还是啊 就一个 就一个儿啊 现在今天来啊 今天来人家这个 这叫 来呀你都坐这 你举报说 你这个边说 你说他我们过来 执行法官来到 陪万有的家中 发现陪万有家院子里 堆满了刚收回来的玉米 也见到了受伤截肢的陪万有 见到执行法官后 陪万有同执行法官 说起了他的难处 哪天出的舍货啊 这05年出的 2005年 出 都是死了 你站着船干来的 这腿 这好腿 这脚都碎了 真是屈射的 里外都是 这大腿 这小腿 截掉大腿 就都不下了 下了干嘛 我这法国的取出人 我没有好地方 陪万有回忆到 他家本来靠种地收入 不能说是大富大贵 但最起码 还可以做到 不用为生活苦恼 但是2005年 那起严重的车祸 产生了巨大的费用 因为他从来没有缴纳 任何医疗保险 所以当时不仅仅是 把家里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又跟他的哥哥借了一笔钱 这才从鬼门关里走出来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 才导致侯先生妻子的案子 没有能力偿还欠款 随后又跟执行法官 说起了此次案件的缘由 这二十个月车祸 二十个月车祸 二十个月车祸 那时候我开给 我打的那个小波斯轮 打的药 打农药去 他都车过了 他去查我车当家的 没查到现在大旁边 四轮前面大 前面一小咕嚕后面大咕嚕 他查那个当家皮带那地方 红筒转转转一下查 我正常随机到正常性思 你开还不怪他查 教练队 往我鼻他报警了 教练队来自尹新厂 教练队说老陪你 你差了一码钱吗 你咋不报警 花那样赶 他说你没有这个 你报警 现在我是有识都会 能够证明看出来 那没用 我也没录 他说那没用 他说基本就得一叫 陪万有告诉承认 陪万有告诉执行法官 他认为他是正常行使 没有问题 是申请人的妻子突然窜出来 这才造成了事故的发生 但一切的判定 可不是以陪万有的说法而定的 事实是 不论是交警出具的裁定 还是法院判决的认定 陪万有是无证价实 陪万有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再说事情已经发生三年了 现在才说自己没有责任 未免有些说不过去吧 当务之急 就是欠款应该怎么偿还呢 你这名下 你有多少成本地啊 谁啊 你 我哪有成本地啊 没有呗 我去各家 那我也没有 没有没有地呗 没有啊 这地你现在谁送着呢 古大哥中国名 你大哥 为啥你大哥送着 哎呀我招这事 欠一件钱 欠多少钱 他这有点 欠多少钱 那钱 具体数他记得呢 在后院的后期说 也得好几十万 是吗 穿套拿了 啊啊 玩你俩之间是怎么 怎么这这钱是怎么借给你的 我都是 我知道通过啥怎么借给你的 是说给你现金 然后借给你的 大概多钱呢 陪外友告诉执行法官 因为他哥哥替他出了医药费 别说自己没有能力了 现在可能他哥都没能力再帮他了 所以他现在除了人口地以外 剩下的地都交给他哥哥种了 这头长啊 有二十分桶啊 二十二分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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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上多地呗 多点 那你哥说的话 你哥刚才说 你今天就尝一人 其实我这是二十分桶 那个位子原来是他包的 然后他干一人 管你出来了 就是说你现在手里还有二十多亩 是吗 是吗 玩那个 你那个因为那啥呢 你大哥种的那地是怎么的 是你献你大哥钱呢 你二十多亩 你那门口门口这个玉米都你这个你这地打出来 我没中 那我啥 那把揮别人的衣服 都不是你的呗 就是你的财产都不是你的 你现在你这么这么说 你这块的 哎呀咱说的 裴万有说 他自己土地也没中 门口堆放的玉米也都是别人的 可是为什么正是农收的季节 别人收回来的玉米不抓紧卖 而是一直放在裴万有的院子里呢 而且农民就是靠这点收入挣钱 裴万有说自己什么地都不种 那他怎么生活呢 执行法官觉得裴万有所说的话不完全可信 执行法官了解到 裴万有虽说腿有残疾 但是依旧有劳动能力 并不是像裴万有所说的什么都干不了 你总共在本村 就是算你给你大哥那个种的 你给你大哥总共多少亩地 你给你大哥那什么 这个种的总共多少地 那树地还有点树地 树地就是老百姓 不是我的 那时候老百姓我造成的事 就要我种的 我后期我也经验不了 我这再叫我签一签 我说大哥你种的 那你也不是欠他一个人贤 你如果还欠人家这个人贤的 对 核真不让 对啊 那你就让他一个人种了 不是 那没有发生这些之前的 也都差种了 说大概说大概就是 那什么是 这是总共有多少亩 就是啥你大哥种的 你自己的你农村地记不行 那锁过去 那谁自己家有多少地 那就像自己家兜里有多闲似的 那谁老百姓自己家地 不知道多少亩呢 那你说这话的话呢 他就没啥意思了 我的那个老家 好像是80多亩 没有 那大约60 60来亩是 对 那块60多亩 那块60多亩 那别的块呢 别的块 大概60来亩是吧 陪万友告诉执行法官 他原来有一些树地 那些树地也不是他的 是村民看他受伤了 自发让出来一部分 让他种植的 这在村里头有那啥吗 在村里头 有那个承包那个抬账吗 没有啊 没有 这搁哪整的地 是搁哪整的 是搁谁手包的 没包啊 那这地哪来的 地老百姓的 你个老百姓的包的 老百姓给我的叫种的 老百姓给你的呀 对 行行 嗯 这也是我记不清的 嗯 那树地儿 那你也不欠一个人钱 那也不可能要 这老样子一个人种啊 你这事你想合理咋解决呀 对吧 你这院里的玉米是谁的 我大哥的 院里玉米也是你大哥的 对 他这个高 他如果把这个包面给我 一开始陪万友还说 院里的玉米是别人包地 放在他这儿寄存的 这会儿又说 是他哥哥放在他这儿给他的 这不前后矛盾吗 不管陪万友有多少种理由 但判决已经生效了 说别的也没有什么用 还是考虑这笔欠款 到底如何偿还吧 这些年给过你钱没 一分钱没给过 给过没 不是 就给这谁啊 给这个就是 猴振波 猴 这挺多人的 猴振波 猴气啊 这人咋子 你当初交通到处跟人家 这人 就是 他这个 受伤了是吗 下血 他把这个老拽老拽 你让这个那头传血 还是传血 你是咋个人放死了 谁撞死了 这里干啥人们 都怎么拿呢 受伤被受伤了 法官 你让我说话 你说你呢 我跟你说实话 交队都都跟他记录了 我正常行事开始打了 你不要说那这个 现在是判决出现生效了 今天说这个事 之前说那些都没用了 现在判决就生效了 那那生效我就按最大努力 那我现在你说我咋想要我 你说法官我也不做 之前还过点吗 给他拿点吗 一点没拿 陪万有承认 从发生车祸 再到判决下达 一直到现在 一分钱都没有偿还过申请人 从陪万有的言谈中也不难听出 到现在他也没还款的想法 仍是跟执行法官强调 他没有偿还能力 在这个我跟你说啊 咋也别说哪话 你毕竟给人家创媒了 我瞅你吧 这个也也这样 也觉得啥呢 就是说两面书 就啥呢 人家那边家里的毕竟啥呢 说的也这么说的没这个人 咱说管哪地呢 咱说咱可能这个身体上也有这个伤害 是吧 就是说的 因为交通事故还不是一起处理这个事 这个啥 毕竟还是说的 咱有责任 需要有赔偿这个义务 是吧 我说啥呢 就是说如果因为啥 你这个玉米 现在来看来说 我一看这个很多 你知道不 咱们可以说的 我也可以做对方工作 就是说啥呢 就是说的 咱们给一个相应的数 对吧 或者是分一年改金 二年改金给拿点 让人家说的啥呢 心里能不能过一都去 要一个村里头 咱们说的 不能说的 现在已经这个 已经这个三十年 一分钱也没给你 玩家里 玉米 就你那些 我跟你说 你这里头 门口那些 卖个 咱不多说 卖个四五万块钱能卖 你包括那一堆 对吧 那一扯四五万块钱 一扯那好几多少扯 你这样玩一分钱不改 说不过去 明白不 那是我的 我都给的 你说不是你的 可以 对吧 但你这个 你谁说是谁的 这个法院都能查出来 对吧 你说这块地 谁 谁这个 谁平时都谁种的 对吧 是咱这么大地 都是一个人 都能种了不 谁 到那哈 买的这个 玉米籽了 啥的 包括将来谁卖的 对不 谁卖的 这钱到哪去了 对不 怎么回事 那都是可以查出来 行不 咱也不便说 拿我们法院 那时候当什么 那就是说 你谁说啥是啥 对不 就是说这种 有的 那才定给你了 执行法官告诉裴万有 他名下的地 虽说在他哥那儿 有借条和转包手续 但是土地的名 仍是裴万有的 每一年的收入 一分钱都没有 偿还给申请人 包括院子里 就有将近四五万斤的玉米 这些也都没有 偿还给申请人 来吧 我跟你说一下 我跟你讲一下 第一个 这个玉米 差方三十万斤的 这个一会儿我给你 这个财定给你 把这玉米 撒盘三十万斤的 你 你 你 然后我们会调查 听什么呢 调查如果说这个 这个啥呢 确实那什么 这个要是 要是你讹的 还是谁的 如果说这些比较的 对吧 这个啥呢 我们 啥呢 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你卖 可以 我们法院准许可以卖 卖完钱 必须得交到法院 交到法院 如果说将来我们调查清楚了 这个玉米 确实是别人的 不是你赔万有的 我把这钱给你退回去 给谁拿的 给谁退回去 就谁交我就给谁退回去 如果说的 那么说的 这就是你赔万有的 对吧 那么就得扣一下还钱 行行行行 行吗 执行法官眼看裴万有没有偿还欠款的意向 当即决定扣押裴万有名下土地种植的30万斤玉米 如果扣押的玉米被卖了也没关系 但是卖的款必须交给法院 法院调查清楚土地所有权后 再来处置这笔款项 经过法院强制执行政策第二天 被执行人就与该村村属的一起来到法院 交纳了全部执行款 经过执行法官的努力 裴万有感受到强制执行的严肃性 并与申请人达成和解 最终同意偿还22万余元 积押三年的欠款终于偿还完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变成 照明 圣经理 噐 链钥 第一次转发 变成 完毕